来吧朋友们 鱼汤的水已经全部放完了 现在开始抓获了 这个里面全是这种大草鱼 还有这种鲤鱼跟底鱼 在这个里面 我们先把草鱼给抓起来吧 要不然以后在这个泥浆里面拱死了 这个草鱼的话也不是特别的大 抓起来我们放到另外一个鱼汤里面去养着吧 先把这些大草鱼抓起来 哇好重啊 收获还不错 于是我们来到了这个旁边 旁边全是那种小洞口 我们过来看一下有没有躲藏的鱼 在这个里面 因为大黑鱼的话很喜欢钻洞的 一来到这边把这石头掰开 这个石头现在不知道有没有货 哇好重 哎呀差点摔一跤 直接把它掰开看一下 发现了一只小龙虾 这个龙虾太小了 我们就不要了吧 再把这下面一块 哇一条黄鳝 今天收获还是特别的不错 也抓了特别多黄鳝 如果有喜欢看抓鱼直播的 点个小红星加个关注吧 每天都有精彩的户外直播 哇这里还有一条 回家可以好好的吃一顿了 一定要关注我 关注我才能看到我精彩的户外抓鱼直播 孔黄鳝 直播 感谢观看